我們會用到一個叫fine的函數 所以這裡的話我們可以用一個fine 全部裡面找到一個fine fi 往下找 fine的話呢你可以看到 它這邊有個參數有沒有 fine test 要找的 那要找的實際上呢就是這個 g2的值 然後呢 within test within test 就是在h1裡面呢 有沒有辦法找到 按一個確定 確定之後的話兩個格子 fine test 請你點它 然後呢 within 的話請你點上面 然後呢特別注意呢 這裡我們先把h1把它鎖起來 因為等一下會向下填滿 所以h1呢先把它記得 先做一個鎖定的動作 好了之後的話呢按一個確定 確定之後的話呢你會發現呢 如果這個值 在這個範圍裡面找不到的話 它就會出現什麼呢 value的錯誤 那如果有找到的話呢 比如說我這個地方 我把它手動改一下 02好了 enter 它就會怎麼樣呢 它就會回傳一個 一個就是 回傳成一個值 那這個地方的話呢 如果說我今天可以 可以把它變更一下 比如說呢 如果它沒找到的話 好這改一下 0 0 剛剛是01 0 0 好 這個應該 這個應該把它 把它Ctrl Z好了 不行 重貼好了 這地方 把這個 這部分複製 重貼回來 這地方 選擇信貼上 這樣連結 好 如果說呢 有value上面錯誤的話 我們要判斷 我們可以判斷一下 有value錯誤 表示說什麼 表示說這個地方沒有 沒有號碼 就是0分的意思 如果有的話呢 那我給它1分 所以這裡的話呢 公司稍微調整一下 把這個fine的地方呢 把它剪下來 利用什麼呢 前面用過的那個 前面用過的那個